最怕的是人好人 守着戒律不知道变化 所以是死在戒条之中 死在尖叫之中 这样一来 你自己有没有故事都不说了 你对于佛教的弘扬 肯定产生障碍 为什么呢 让别人也看着 这佛不能去 你看佛的戒律 就像神说一样 把自己一身绑到一点自由都没有 吓得一般人呢 不敢入佛门来 这就错误 所以一定要懂 开这吃饭 要观察现实环境上 我这应该要怎么做法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喜 让一切众生赞叹佛法 敬重佛法 欢喜佛法 他就慢慢 就渡过来了 千万不要是 一接触的时候 就把人家吓到 那就错误了 就现在 实在讲 佛门里头 最麻烦的 还是这种事情 这个持戒这方面的事情 为什么学佛的同修 为学佛之情 家人相处都很好 学佛之后呢 跟家的人都对立了 家凡人不活了 那这个对佛教影响非常大了 你的邻居 邻地相当朋友看到之后 你看看 他一学佛 家不活了 佛害人 佛害社会 这个东西不能修 你自己以为 你持戒持得很好 你把佛教破坏了 功跟过比较啊 你的功少 你的过大 这声音 没人教啊 哪一样东西啊 都要很认真 细心去学习 你才真正懂得了 所以 经不能不听 经理都常常讲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戒不能不学 我们也不要学太多 首先 学弟子规 弟子规是真的要学 今天还有同学问我 他念五量手机 念了不少年了 不得理 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听经 听得太少了 这是 虽然天天念经 这个这个 念佛 不懂意思 不能把佛陀教会 落实到生活当中啊 你不得受用啊 所以你的生活很苦恼 佛本来是叫你 历苦的落 你现在学了佛之后 苦没办法离开 落也得不到 所以对于学佛呢 日子久了 就产生怀疑了 这一怀疑 信心呢 就下降了 到最后很可能呢 放弃了 不学了 或者学 其他宗教 学其他法门 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 总而言这一句话说 欲言不同 这是善道讲的 一切总在 欲言不同 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啊 我们许许多多人 遇到一个善知识 一个好老子 为什么这么多学生当中 有成就的 有不成就的 还有 晚年时候变结的 不是一个老子教的吗 没错 一个老子教的 这个欲言不同 欲言里头有根性不同 社会学呢 有真假不同 结义啊 有浅身不同 有广辖不同 你细细分啊 你才晓得 不容易啊 这个里头最重要的 不能忍 你看前面我们介绍 忍辱 啊 头一个 要能忍受 人为的 伤害啊 第二呢 要能忍受 自然的灾害 自然灾害 你比如说 忍受 忍受 忍受起居 当有缺乏的时候 不以为意 你也不能忍受 你也不能忍 成心一声起来 决定长道 你所修的 全部都 化为无有了 天天灾害 都要忍啊 自然的灾害 冬天的寒冷 夏天的野 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都市 大都市比较方便 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冷气 如果没有呢 你还是不是 继续去修学呢 还是不是功课不间断呢 第三个 那更重要了 修法了 法绝对不是说 短时期能成就啊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一门深入要忍 常识熏修 也要忍 一门深入要忍 说你能够 把别的东西能放得下 这个要忍啊 看到这个要好 那个要好 这一部经也好 那一部论也好 这个法门也好 那个法门也好 都想学学 要知道 我们的经历 よ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